今天我们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我们要谈谈的这间店的主人是国家地理杂志的签约摄影师 所以摄影师一定很好,所以我拍一些照片 所以摄影师一定很好,所以我拍一些照片 希望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带一些作品过去 所以我拍一些照片,希望可以和他交流一下 这间店的世界一定是最美的 而他们的美食,究竟会否好似照片 那么散镜,那么漂亮,带着这些移民 我们现在去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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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viaggio 我们下期再见 例如连锁餐店的肉醋饭 可能是一个饭,然后肉醋盖在面上 就像火山刚爆发完的 那种蒼白无力的感觉 虽然它盖在这里,但幸好这边有很多新鲜的蔬菜 酱汁是足够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干燥 这些菇是特别的地方带回来的 很大牙 肉醋饭的酱汁都要花时间 如果你的火候控制不好,或者食材的时间不好 菇不会是老,不会入味 肉不会是粗糙 这个可以 这种层次感 吃之前应该是做朋友圈 拍完照片 然后告诉大家,我在这里吃饭 食材 看上去,各种色泽,各种油印度 这种反应 都是新鲜的食材 店家就要推荐 一定要点乳汁 乳汁 乳汁醬汁 他说用了25种材料 有意大利就靠这一口 你不要看它黑蒙蒙 它又酸又甜 但它酸甜的比例是 应该是50%左右 很精神 具体有什么材料 我已经不知道 有任何材料 怎么可以做这么多材料 你也不知道 看下来 你试试 有颜色肠 那绿色的 我是 我的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下次再吃光